字幕提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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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家好 我是好好 大家好 我是胖尿 她呢 她呢 是我姊姊的女兒 那今天因為我從香港回來 我買了一些半熟理 我買檸檬王 在網路上人家的那個評論 就覺得有很多人說檸檬王很好吃 那我也是買了一些給家裡的人吃 那我們今天就要先來試吃 因為家裡的人都去上班 只剩我們兩個 無業遊民 好吧 我們先來試吃 你要先吃哪一種 檸檬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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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姊的女兒說她要先吃 乾草檸檬 我就是想說 我覺得她每塊都好像很淡 她 每塊 其實蠻大塊 而且她其實這個包裝 蠻大的 她這個包裝也是蠻大的 對 那其實我當初在買這個的時候 我記得我好像去買 四五十塊港幣吧 換作成台幣大概是 快兩百 然後 好啦 她這次每塊都很大塊 吃吧 她這個味道 有點像 你聞 你聞的話有點像就是我們學校在種菜 就是會用那個橘子皮 有點那個澀澀乾乾的味道 她甜甜的 甜甜的 但不會很甜 她不會讓你吃得很膩 就是偶爾吃也是好吃的 可是 她澀澀的感覺不會到特別澀 所以其實我覺得她 如果要我一天吃一包我是可以 你不太吃 呵呵 來 再挑一個 啊 我覺得這樣啊 這是水蜜桃 水蜜桃 嗯 這是水蜜桃 她包 她的包裝啊 跟這個包裝是不一樣的 這個包裝比較大 她是比較小 她比較小 聞一下 就有一種那種水蜜桃香 來聞一下 呵呵呵 來聞一下 真的有水蜜桃味啊 因為聞到她很香 她也是蠻大塊的 但是其實以她的包裝來說 太小 太小而且有點貴 所以其實 買一兩包就好了 嗯 這也是算大塊啊 吃看看吧 她這個有算甜 嗯 她很甜 她很甜 如果大家想要買一點點酸酸的話 我建議大家去買這個 看甜 可以 剩最後一種 化眉肉 其實 在我那年代 有一些干媽店都會賣這種化眉肉 這種 酸農跟農農是不一樣的 我還蠻喜歡吃的 酸農是那種很酸的那種 但 她聞起來 就很像那個 干媽店賣的這種 那種 我不知道怎麼講 應該 七八十年次的朋友 應該都知道 那個 這種東西的味道 我沒有童年 所以妳現在就是童年 丁姐 我是說 之前你們童年的時候 我沒有童年 那是我們 那是我們那年代的啊 你們年代我當然沒有童年啊 吃看看 它也是算大塊 這很大啦 比 比以前我台灣干媽店那種還大 酸酸的 我吃了 牠吃了有點痛 甜甜了 有就 牠吃了一口牙齒有點痛 代表牠蛀牙 蛙子再不刷 好 其實 這三種 來說 我覺得 蠻值得買的 但是其實不用買太多 它畢竟就是一個 算名產吧 你可能 每種都買兩包 除非妳要半手禮啊 每種都買兩包 繼續回來 嘗嘗鮮就好 如果 如果說 我在建議大家買哪個 我是比較建議大家買這個 因為這個是酸酸甜甜的味道 老婆大家建議人家買這個 啊 我是建議人家買這個 雖然它有點貴 但是其實 甜點的蠻好吃的 對 那因為這種口味 我小時候已經失念了 所以 要買也可以 那再來就是 這甘草檸檬 它有附一個甘草醬 甘草粉 甘草醬 對 那因為 我沒有 我沒有東西可以裝 所以我就不用 如果 有吃過 配這個甘草粉的人 可以在下面留言 看看你們吃的 它那種感覺是什麼 在底下留言喔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可以在我底下留言 可以幫我按讚 那 你也可以幫我分享 或者是訂閱喔 我是好好 記得訂閱我喔 他是胖牛 很胖 掰掰